有很多就是因為你原本有一個問題 但你亂用藥物去掩蓋了這個問題 那你沒有去注意到或是去治療它 劉醫師講這種東西 我們腸胃科門診最常見 因為胃食道逆流很多人是火燒心對不對 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在台灣很常見 每天跟你講我喉嚨躺住 對就覺得這裡 一天到你輕痰這樣 好像覺得這邊就是有義務啦 然後有痰啦有什麼 那這種質疑上是胃食道逆流 胃酸流到這 那也有可能是劉醫師說 鼻涕道流卡到這 那他會做什麼 他喉嚨痛他就去買喉片來吃 對 吃了以後涼涼的好舒服 然後彈都化開了 可是過十幾分鐘又來了 更難過比原來更不舒服 為什麼 薄荷會讓我們的 所以你一開始吃的時候有很清涼的感覺 覺得涼涼的喉嚨不錯啊 蠻舒服的 可是隔了十幾分鐘以後 他讓你這個食道的這個 跟胃的交接口的擴躍劑打開以後 你胃酸衝得更厲害 你胃酸逆流更嚴重 你更卡 更卡你會做什麼 吃更多喉片 對 再來兩片 再來兩片 又好一下 是不是更厲害再吃 今天看我們這個單元 是告訴大家盡量不要去吃喉片 對 實際上猴片是很常引起 餵食到你有惡化的原因 而且會變成惡性循環 因為它有點甜甜的嘛 對啊 甜甜的 很好吃 而且大家都會誤解說 我這個 為什麼要逆流喉嚨卡 就是喊點猴片可以幫助啊 皮拔糕 皮拔糕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 要看產地跟來源 那像最近才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他有 有一個人 他就長期的喝皮拔糕 但是大陸製的 那喝酒 他有一天沒有喝 他就產生一些像 戒斷症狀一樣 後面有喝就覺得身體就不舒服 好像有螞蟻在爬 哪裡在養 胸口悶啊冒冷汗 後來去看那個成分裡面 就有一些像可帶音 像麻菲一樣的成分 那其實跟很多 市售的一些 副方型的像是止咳藥 或是皮拔糕 都會有這樣的成分 我遇到的是猴糖加皮拔糕 對就是有一個 快要退休的老師 那他其實在 再一次的那個感冒之後 他就是聲音發不太出來 所以他吃猴糖 他覺得很舒服 加皮拔糕他也覺得很舒服 那他平常非常的養身 因為他本身有糖尿病 那他顧得非常好 就是怕進展到息腎的那種狀態 那就在他這一次 這樣子搭配使用之下 一個禮拜之後 他在上課上 他忽然電線發作 被送到急診來 後來在急診一檢的時候 他發現他的血糖快接近一千 然後他造成了高渗透 高渗透高血糖血症這樣子 就是一個糖尿病的併發症 那他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喉嚨吃的甜甜 裡面有一點點糖的成分在 那皮拔糕其實他也有 他也有糖的成分在 那就像一家總他自己 就是一切都防了 就是沒有防到這一點 他就在這樣子的悟用之下 他來急診差點就急救了 對啊 那也是很危險 像我之前自己是 因為我有時候早上太趕的時候 我來不及刷牙 我就會拿那個超涼的口香糖 然後我一次就吃個兩顆三顆 他真的很有清潔 就像刷牙一樣的感覺 就你吃完又會很涼以外 你會覺得 廣告 廣告也是這樣講 對 然後你用舌頭去舔牙齒 你會覺得 真的那個像我跟刷牙差不多 然後那個 那個過後 可是你要維持一整天的那個 就是喉嚨很舒服的狀況 其實我會吃這種 像是 羅漢果 對羅漢果 那因為我覺得它是中國 就是這樣傳承下來 它應該是很安全的東西 這個是中藥的東西還好啦 這個我講一下 一般我們在台灣買的藥 坦白講你都可以放心 因為台灣比較常吃的話 這些喉糖 或者是整個潤喉的方式 事實上都OK 都不用太擔心 但是大陸買的成分 你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應該是說個案 他本身就是有輕微的氣喘 那他氣喘完之後 他就大陸就有給他一個 因為氣喘會喉嚨不舒服 他就吃喉糖 他吃了真的很有效 氣喘也不會 就是說發作這樣子 那過了一陣子 他的口腔黏膜 就像剛剛醫師講的 會有耳口藏出來 那一般我們的 就像剛開始的診斷 他是不是艾滋病 一樣啊 就是說因為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裡面含的最主要 內固醇 裡面含內固醇 因為內固醇可以 讓你的整個發炎機制降低 但是也讓你口腔裡面的 那個免疫機制 跟著降低 所以你很容易長 耳口腸 就是說念住均的問題 這個 這我可以補充 因為這個我深受其害 因為我是 很多人都會買 對 這 就太容易 因為 去內地然後 因為沒有帶什麼 然後就覺得不舒服 然後他們就推薦 就是要吃這個 所以大陸的藥真的 這個 也許我這樣子講不好啦 因為台灣的藥真的很不錯 那 你不知道來源的 真的 我不建議使用 但它其實有 我現在想起來 它其實有把關一下 因為像我們 台灣我們要買那種猴糖什麼 我們去超市都買得到 可是這個在超市沒有賣 它會說你要去藥局 才買得到 然後它是在藥局買 可是我們 就一去都買一整盒 一整盒 效果很有效啦 因為它真的很有用 對 就是我舞台去演也沒聲音了 或是因為乾嘛 不適應 我只要喊 馬上就清潔溜溜 然後就很舒服 可是我剛剛發現啊 它上面寫 因為這個我已經放到過期 不能吃了 沒有 應該先講 為什麼不吃它 我還想跟你要一顆 有點小 我跟你講 瓜哥這個你吃下去 你就知道它超快 開嗓 開嗓 但是 我就是因為太依賴它 我依賴到後面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它 我馬上就是整個喉嚨開很快 可是不吃的話 你就會覺得好像 好像沒有辦法那麼快 然後就有人說 這個真的不能 它是好像說 裡面有藥性 但是它上面完全沒有寫 而且它上面寫什麼 它多不負責任 它說 這性狀 它是介紹它的長相什麼的 然後有一個 不良反應 上不明確 禁忌 上不明確 這樣子你還敢吃啊 好笑解 要不要吃藥耶 就是說 真的不要啦 真的 我現在才發現耶 太不負責任了 可是像我們是這個 美國買的 就是 像我們常會在公共場合 就是大家聊天什麼的 可能有感冒的細菌什麼 就是 比方說像很多人的時候 我很怕我被傳染 然後我們每次吃這個就 就很OK 就 流行性感冒的時候 我們就不容易得 就是可以讓喉嚨 我懷疑跟這個成分有點類似 它本身就是有殺細菌的成分 這個本身就有殺細菌的成分了 對 所以這個可以多吃嗎 還是 沒有啊 你一直殺細菌 你嘴巴裡面的菌菌 那個就不是正常的菌肉 正常的菌菌被削 對啊 被殺光 還要靠自己的自體免疫 視頻上藥物 琳瑯滿目 剛剛提到的藥品 不是不能吃 如果 對症下藥就是好藥 如果民眾自行判斷亂買藥物 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後果 只有正確的用藥 還要請教醫師正前來開藥 才治癒百病的成功之道 謝謝大家 謝謝 山藥一直是一個相當營養的食物 原因就是裡頭含有豐富的 膳食纖維 鈣質跟維他命C的關係 那同時呢 它可以調整我們的三高問題 血糖 血壓跟血脂肪 還有調整我們的女性荷爾蒙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挑選山藥 在外觀上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大小均衣 又胖又直 需跟較少的山藥 顏色上的話 我們選擇偏膚色 或偏淺褐色的山藥 那摸起來如果較沉重 也代表它的水分較多 但是在這裡要提醒觀眾朋友 吃山藥還是不能過量 原因就是因為山藥 還是屬於澱粉類的食物 攝取過多 容易造成體重上升 大約有70%的暈眩 是由耳朵所引起的 要如何預防耳食意味 所引起的暈眩呢 有幾個簡單的方法 第一 建議睡覺的時候 調高枕頭的位置 第二 建議不要朝你已經會暈的 那個方向撤睡 或是翻身 第三 在暈眩的時候 不要做頭部太劇烈的甩動 尤其是點頭 或是搖頭這些動作 甚至在仰頭這些動作 都有可能讓已經 鬆脫的耳食更容易異味 只要 把握這幾個簡單的原則 就可以預防 耳食意味所造成的暈眩